來看政治新聞 臺灣民對著高齡派和小組合的問題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郭文敵早起開記者會 主張這個高齡是主宣 要搭走這個當受經濟 另外哪佩 哪佩要怎麼合作 國民黨的侯優議是說 可能可以用這個專民調 跟民主策算購買 來申請這個採押最強的候選人 不過郭文敵是說 陪生不管是喝一瓣 儘管的才是半瓣 當中會無名 臺灣變臨高齡派和小組合的問題 靈靠結果環轉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關問題才會調開記者會 主張高齡是主宣 購入經濟海中變作當受經濟 為臺灣組織重燃料 臨是從高齡派做負責 他有錢啊 有體力啊 如果他再回去工作 他變成社會很大的資產 為什麼 工作就有所得稅 有薪水啊 李皇李宿總統代算拿北合 但破陷在死球 國民黨侯優異化身 不希望可以猜出中和辦法 像民眾黨希望的專民調 斬一判 國民黨的民主策算一判 三成最強的好選金 一罐披霜喝下去會死 那喝半罐就可以 還是死掉 底下設73個投票開票的時候 還要設在國民黨的民眾服務處 天啊 這個還沒頭都知道結果 國民黨一路就是要把賴清德拉下來 要政黨輪替 那誰不願意合作 其實大家可以看 國民黨不斷在堆疊善意 不斷想要促成藍白河 外面鳳下國民黨來 有多幾億人的勝負 敢不願讓民進黨六成章勝算 也不懷疑指導民眾黨 對處好優異 經選辦公室報徹 表示會做最好的準備 最好爬爬爬 進一切裡頭 儲勝合作 不夠最後 不輕言放棄 那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六成章跟鴻海創辦人 過代表 再去是不公開行程 記者綜合報道